很多人喜欢盘点娱乐圈的模范夫妻,说实话真正能被大家盘点出来的,多少都已经属于不低调的行列,而真正能够称之为模范的夫妻,很多时候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情况,而沈腾就是这其中一位,从夏洛特烦恼开始,沈腾一跃成为了电影明星,而他在这之前就通过春晚舞台让大家熟悉了他的另一个名字好见,可再把时间往前推,沈腾其实早在话剧舞台成名, 所以说他这些年的发展真的是稳扎稳打,到如今沈腾不仅仅小品演的好,话剧很出名,就连在电影票房方面也是一匹黑马,最近参加各种综艺更是把他幽默,风趣的一面展现给大家,这也不免让不少人开始为他的感情生活操心,然而大可不必,看沈腾就知道他年龄不小了,这样优秀的人怎么可能没结婚,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朋友还真不知道他结婚了, 但事实上,沈腾不仅结婚了,他如今还有一个儿子,而他的老婆曾经也是一名演员,只不过在结婚后回归家庭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,这一点其实要怪沈腾,这么漂亮的老婆就这么被他金屋藏娇,从来也不提不说他老婆, 外界知道他结婚的时候都是他儿子周岁燕,当时也是小范围请客,不过从当时的照片来看,他们一家三口还是非常幸福的,说起沈腾的老婆王琪,其实一点都不比沈腾逊色,他和沈腾一样,毕业于同一学校,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女神,五官精致,面容娇好,还有一双大眼睛,说起颜值一点都不逊色于现在的女明星, 气质方面也是非常优秀,从图片中就能感觉到是一位贤妻良母,说起来,这些年沈腾一直东奔西跑的拍电影所综艺,家里很多事情包括看孩子都是有王琪一人独当,说实话,他能保养成这样已经非常不易,另外两人之间还是甜蜜如初,更是难能可贵,在娱乐圈中有太多演员与演员结婚的例子,不过像王琪这样,在结婚后就能完全回归家庭的女性还是不多的, 但他换来的也是沈腾的独爱,他们这样的感情才是在娱乐圈中弥足珍贵的,从沈腾不晒老婆这件事上,也能发现他很聪明,毕竟感情这种事情自己享受就好,也没必要向别人晒,娱乐圈里喜欢秀恩爱的明星夫妻也有很多,可很多秀着秀着就离婚了,老婆这么漂亮,老公这么优秀,当然要防着那句话,不怕贼偷,就怕贼惦记,更何况现在的媒体也是无孔不入,晒得多了,自然会有人去想办法, 想办法整点事情出来,最后总结一句话,平淡是真,喜欢分享娱乐冷知识,欢迎关注。